哈喽,大家好,这里是8月24日,科隆游戏展开幕式的汇总快报,让我们争取,用10分钟的时间,看完所有41款游戏的预告,先奉上游戏list,标黄的游戏,将在今年内发售,建议暂停观看。 Everywhere Reveal,前GTA制作人公布的开放世界游戏预告片,用蒙太奇的方法展示了游戏玩法,包括科幻建筑,第三人称射击,赛车,甚至可能还有一些恐怖元素。 沙丘,觉醒,DOOM Awakening,将生存游戏的勇气和创造力,以大型多人游戏的社交互动,结合在一起的开放世界生存MMO,灵感来自于FUNCOM发行的另外一个游戏,流放者柯南。 莫威斯协议,The Callisto Protocol,太空生存恐怖游戏,公布了最新时机演示,时长三分钟,展示了游戏中的前行,正面战斗,一小段冒险流程,以及最后经典的惨死画面。 《堕落之主,The Lords of Lafolan》,本作是2014年游戏《堕落之王》的传奇版,由CI Games 2020初成立的新工作室Hexworks采用虚幻物引擎开发,故事将发生在初代游戏一千年之后。 胡闹搬家,Mooling Out 2,世界知名的物理引擎式搬家模拟游戏的古怪续作,玩家可独自工作,或与最多三名好友穿上Smooth Moose制服, 帮助Pikemore与其他地方的居民打包配送。 霍格沃茨的遗产,Hopworks Legacy,黑魔法预告片,关注的是霍格沃茨遗产与塞巴斯·蒂安·萨洛的一个可选同伴任务线,游戏也确认,将于2023年2月10日发售。 新无主之地传说No Tales from the Borderlands,互动视觉小说新作,你将决定无私的科学家阿努,他野心勃勃的街头兄弟奥克塔维奥, 和凶猛的芙兰的命运,游戏已上架Steam并开启预购。 《消逝的光芒2》新DLC《血系》预告片正式公开,将于10月13日推出, 这个资料片将会以剧情故事为驱动,斗剑式为主题,带领玩家他入中危机四伏的屠杀之厅。 《Portugal Pirates Tale》,德国游戏工作室,推出的海盗战略战棋游戏, 预告片中展示了一些游戏玩法,船舶定制,探索加勒比海, 以及俯视角的策略战骑士战舰战斗。 《星际海盗》《Mororders》多人战术射击, 反乌托邦科幻游戏,玩家将成为一名太空海盗, 必须与其他对手展开激烈战斗并生存下来, 取得无价的战利品,游戏将于10月推出,抢先体验。 《命运2》《光云之秋》新DLC将于2023年2月28日推出, 玩家将加入对抗暗影军团的战斗, 并阻止技术先进的秘密城市内欧姆纳遭到破坏。 《Sonic Frontiers》,索尼克被困在一个充满了不同寻常的生物的小岛上, 在与强大的敌人战斗的过程中, 运用古人的力量来揭开隐藏在新洛群岛上的秘密, 游戏确认将于11月8日发售。 闭波之下,底特律变人开发商, 带来了一部全新的海底探索游戏, 实弹这名位于北海的专业潜水员, 正在一场额外的水下任务中, 试图努力克服一场人生重大变故。 《模拟山羊3》,实际预告发布, 已将扮演一只不招人待见的母羊, 在极具真实感的农场沙河场景中, 体验一场全新冒险。 游戏已开启预购, Epic国区99元, 11月17日发售。 《重返猴岛》, 系列第六部作品, 讲述了我们主角为了探索猴岛最深处的秘密, 与老对手, 一角磁雄, 并解释各路小伙伴的故事, 游戏将于9月19日正式发售。 《Moonbreaker》, 一部模型小人策略战棋游戏, 玩起来, 有点像《炉石传说》加优服2, 除了对战外, 玩家还能给自己的模型玩具涂色, 本作将于9月29日开启抢先体验。 《Friends》是一款疯狂的在线PVP设计游戏, 结合了战斗和卡牌构建, 选择一个角色, 建立你的套牌, 并用最疯狂的卡片效果, 测试你的极限战斗力。 《Lights of Pain》由韩国厂商Nearest开发, 以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贝尔·埃科福时代为背景。 玩家将扮演想变成人类, 而踏上旅程的比诺曹, 为了成为人类, 每个瞬间, 他都会选择撒谎。 《乘风大陆》Atlas Flat本作是一款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玩家需要将在这片永恒之地上一杀而行, 使用强大的变形武器和毁灭性的杀动力超能力进行战斗, 游戏Steam面面已经上线。 《家园3》Homeworld 3, 游戏为您提供了一个运筹帷幄, 微微壮观且绝对独一无二的世界, 带您再度领略年度最佳游戏大奖的 《科幻即时战略》系列游戏的魅力。 《原神》Genshin Impact, 公开了3.0版即将新开放的虚拟实际画面, 介绍了新版本虚拟的风土人情和活动规划。 目前,新版本3.0立下载已开启, 今日正式上线。 崩坏星穹铁道, Hunkai Star Rail, 米哈由官方在京城的科隆游戏展开木页直播上, 公布了全新PV。 同时,官方还放出了4位角色的待机, 大招、战技、普攻等多种动作展示图。 High on Life, 由瑞克与莫蒂制作团队参与开发的FPS游戏, 展示了玩家于名为Torpe Nine的Boss的战斗流程, 以及类似勾索的游戏机制。 本作将于12月13日发售。 《你走深空》, 《碎剑师》将于9月20日正式登陆主机平台。 游戏可体验工人阶级, 太空非常回收者的日常生活, 每次轮班都可能会带来丰厚利润的机会。 《苍丘浩瀚V-Expense》是一部美国太空歌剧科幻电视剧集, 改编自同名科幻小说《故事讲述200年后的未来》, 人类殖民太阳系, 游戏将于2023年夏天, 面向主机和PC推出。 《外太空杀人小丑》 游戏版 非对称恐怖游戏, 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经典写点电影改编, 玩家在游戏中将扮演标志性的杀人小丑 或组建起一只幸存者队伍, 以抗外太空威胁。 Skars Above, 一个被称为圆面体的外星结构, 出现在地球轨道上, 被派去调查的团队, 被拖着穿越太空, 来到了太阳系之外的一个神秘行星上, 玩家将要生存下来, 寻找其他船员, 并解开谜团。 Warton, 这是一款3A级开放世界超自然RPG游戏, 由逼射、 黑曜石、 生软、 前主创组建的新工作室开发, 玩家将进入一个暗黑幻想风格的中世纪RPG游戏世界中。 帝国时代四, Age of Empires IV, 免费更新内容奥斯曼与玛里, 预告公开, 该内容将于10月25日免费上线。 歌坛骑士, 最新宣传片中小丑女, 你脸等反派, 纷纷亮相, 本作将支持单人, 或是双人合作, 玩家扮演四位英雄, 保护蝙蝠侠已经不在的歌坛。 游戏预计, 10月25日发售, 燕云16声, Where Wins Meet, 以动作, 冒险和武术为特色。 作为一名剑客, 你必须面对一个剑客命运中的艰难抉择, 因为分裂和动荡即将在北宋的舞台上结束。 Tark Bien, 万代南梦宫发行的现代主题乐园, 经营模拟游戏, 透过玩家自由创造, 使无前例的游乐设施, 搭配富有深度的游乐园经营模拟体验, 将为玩家带来全新乐趣。 战锤40K, 黑潮, 本次预告宣传片中, 不仅可以领略特体验的各式场景, 了解游戏诸多特色与功能, 同时, 也会一窥战斗体验之爽快。 游戏将于11月30日, 在PC端发售。 《女巫悲歌》, 这是一款超现实主义的第一人称动作冒险游戏, 玩家将探索原汁原味的经典斯拉夫民间传说, 游戏将于京东登陆所有主流平台。 Steam版已开放预售。 《魔法面具》, 是一款动感十足的砍杀游戏, 主角的母亲不幸遭到恶魔绑架, 她将前往营救, 但是, 在充满道具和造景的世界中, 你必须穿透表象, 看清一切的本质。 穿越火线X-8比伦, 游戏本次更新, 为游戏新增加了两张地图, 多个新增武器, 再聚集炮塔, 并且提升了匹配功能, 对游戏的瞄准和射击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改进。 《竹梦宋》, 《Dorf Romantic》, 4月28日发售Steam版本后, 好评如潮的本作, 的将于9月29日发售任天堂Switch版本。 《The Outlast Prius》将于10月28日到11月1日开启Beta封册, 游戏支持最多4人, 玩家将面临一系列身心磨难, 受到许多系列中经典角色的折磨, 你将接受挑战, 最终逃出升天, 总决赛, The Finals, 战地系列前开发人员公开了他们的射击游戏星座和战地一样。 这款游戏也有场景破坏功能, 而且将对游戏起到重要作用。 《死亡岛2》, 《Dead Island 2》, 作为压轴游戏, Deep Silver正式公布了本作, 游戏将于2023年2月3日发售, Epic国区标准版199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